阿姨有擺發嗎? 破布紙 這什麼啊? Hi 大家好 我是Jennie愛吃鍋 我現在已經忙完了 我準備吃午餐 今天有煮我非常愛吃的菜 給你們看一下喔 這是我婆婆煮的 破布紙 其實這個菜出現在我們冰箱裡面已經非常非常多天了 但是呢我一直都想要煮 然後呢我又怕煮毀了 所以呢一直等著我婆婆煮 然後呢今天終於煮了 因為前段時間我婆婆的蛇皮了 對 所以呢她就是最近已經好了 然後呢 真的又開始給我們煮飯了 太開心了 家裡有老人 家有一老 家裡面如果有一個老人的話 那就是跟 寶貝得到了一個寶貝一樣 真的 這句話我很能夠理解 因為你看 有好吃的了 這破布紙是我 剩下的舊舊湯 剩下的舊舊湯自己用的 然後呢把它有 有做低稻的工序 就是有煮過 加蒜頭加九層塔那些 煮過之後呢 然後再把它分裝好 然後呢再 開始給我們送來了 對 然後呢我們就可以 加雞蛋進去啊 那我婆婆今天還加了 甘草嗎 這個甘草 甘草然後呢 雞蛋 跟它一起煮 就煮成像這樣 褲不止 其實我在大陸是沒有吃過的啊 聽都沒聽過 來台灣之後才發現 有很多很多 稀奇怪怪的東西 我記得我第一次吃的時候 是不太敢吃的 我說嗯 這什麼啊 後來我吃完之後 就一發不可手指了 那一盤都是我的 我覺得它吃完之後呢 還有兔子很好玩 它的口感上我覺得是 鹹鹹的 剛剛的 還有點膠質 我覺得很讚 好特別的口感 好喜歡哦 之前在客家小草店裡面 也有吃到過 但是不是這種口感 它是酸酸的 一顆一顆的 那應該是新鮮的 迫不止 嗯 然後跟魚 一起蒸煮 還有就是 會跟那個 嗯 還有跟一種菜 那個叫川七還是什麼菜 一起 還有那個 一起炒 它也會出現在那裡面 那這樣子炒雞蛋 我覺得 又是另外一種口感哦 超級好吃 我超級愛 破木子炒雞蛋 不行了不行了 我要去買一碗飯 因為我們家飯沒了 這個得配飯才這樣 走 帶你們去買飯 我先把口罩戴好 碗也準備好了 錢也準備好了 走 跟著我一起去買飯 走 帶你們去買飯啊 希望阿姨家有飯 去阿姨家要碗飯 好熱啊 快點 阿姨有白飯嗎 要碗白飯 我在拍視頻啊 對 蛤 那早快就沒有了 我媽飯煮 煮了一鍋 然後賣完了 阿姨在煮 我吃啦 好 拜拜 走 回去吃飯 來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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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飯來了飯來了飯來了 這必須得配飯啊 不配飯不行 噹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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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它的口感真的很滑欸 而且是咸咸中帶一點甘甜 然後又有雞蛋包裹的 所以它會更有口感一點 不然單獨咬它一顆一顆的話 口感會略顯乾薄一些 那現在加了雞蛋的話真的 超讚 裡面也能吃到九層塔的香 最近藍店裡的客人都說 哎呀你黑了 是黑了 黑了一點 但是感覺好像黑了變健康 這只是安慰自己啊 其實我覺得我這一次之所以為什麼這麼容易晒傷 除了晒得比較久 然後呢 還有一個很大的原因就是 我在去這一次 利寶的時候 前一個月多在茶美白的乳液 拖大陸的朋友 就是上一次他在我們店裡吃火鍋 然後呢 他說他要去Costco 然後我說那你幫我帶兩罐那個 米薇亞美白的乳液唄 聽說那個很好用 然後呢結果帶回來 我就每天每天查 每天每天查 確實有白哦 這一次一賽 這一次一賽 之前的努力全部白費了 煩死了 賽後修復已經修復好了 那 美白之路重新開始 他的朋友介紹我說 用檸檬的精油 也能美白完善嘗 沒關係 一樣一樣來 超好吃的 超好吃的 我覺得我們 台灣的阿舅 小舅舅真的是非常厲害 可是他什麼都會 有些東西真的就是喜歡的人很喜歡 那像我就很喜歡 我伯伯也非常非常喜歡吃這道菜 不管他也不會煮 但是我老公就不是很喜歡這道菜 太好了他不喜歡 那我就可以多吃一點 你們說是不是 太下飯了 現在剩兩點鐘 等我吃完之後又要去洗下來 感覺一天的時間都過得好快啊 好想時間再過慢一點 不行還是時間過快一點好了 這樣子趕快到晚上上班 我盼著我盼著晚上趕快來 然後趕快下班可以休息 每天上班最期待的事情 就趕快下班 其實也不是啦 其實上班也挺好玩的 因為你會遇到很多很多客人 然後呢 然後呢 跟他們聊天之中你會覺得很開心 那我之前就遇到一件很糗的事情 那時候客人在挖醬料 然後呢我因為要幫另外一組客人拿那個擺飯餐具 然後呢我就站在旁邊 我就稍微問了一下 我說 我就說 你快樂嗎 然後他就說 嗯 我最近挺快樂的呀 我說不是 我說你快樂嗎 你快樂嗎 你醬料快挖完了嗎 呵呵呵 呵呵 呵呵 我沒有要問你 我沒有要問你快樂嗎 呵呵 就覺得挺逗的喔 然後最近也遇到一些網友來我們家吃火鍋 然後呢 然後呢 我就會 如果他對方跟我說過是看我youtuber來的 我就會 嗯 問一下他的網民齁 其實上次我就會問 欸不是偶發面知道你是誰嗎 因為你都知道我是誰了 呵呵 所以我也想知道你是誰 然後他對 然後對方跟我說 啊我是 然後對方直接把身份證拿出來給我看 呵呵 怎麼那麼可愛的 我不是要知道你身份證上的名字了嗎 呵呵 呵呵 對 所以說真的 欸我覺得真的 超可愛的 然後有網友問我說 嗯 在店裡面上班有沒有遇到奧客啊 奧客嗎 其實我沒有 我好像覺得 對我來講喔 呃我從大陸過來喔 你們所謂的奧客對我來講我覺得其實都還可以 都還可以 都不算奧客 呵呵呵 呵呵呵 之前在 之前在化妝品店上班的時候呢 嗯 我有遇到客人就是 然後呢 他說他過敏了 其實我們是沒有看到他臉過敏的 然後他說他要把東西退了 然後呢 然後我們就說退了就退了吧 退了之後呢 然後他正品也不拿回來 不拿回來就算了 我們就當做 就免費給他用 然後他還想打人 聲音超皮大 嚇到嚇死了 但是 就真的 我覺得 我覺得做開門開店做生意 只要不要動手 我覺得都 都都好講 非都好講 呵呵呵 呵呵 真的很好吃 你們如果沒有吃過一定要去試一試 破不止這個東西 一定要跟蛋炒 呵呵呵 我覺得我上一次沒有白飯然後光這樣子當淋嘴吃 就吃了一盤了 總之他真的很好吃 這是一道我可以不用配辣椒的茶 這次有放乾炒不會那麼鹹 這次有放乾炒不會那麼鹹 鹹鹹甜甜的 鹹鹹甜甜的 很不錯 好啦那我吃完囉 欸等一下 這什麼 媽啊我長得更白頭髮了 欸 真的欸 不行不行 得把它下來 真的欸 欸 可以把它把它拔下來 喔真的欸 天哪 這樣子就能 真的白頭髮 我看到白頭髮一定要把它拔下來 不然我會受不了 聽人家說白一根會長七根 那到底是長七根黑頭髮呢 還是七根白頭髮呢 嘖 不知道 反正 反正 看到就把 看得我 額頭越來越多 好啦那我今天影片就到這裡囉 那喜歡我的影片就記得幫我 訂閱 按讚和分享喔 掰掰